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加对阵斗舞的第二局上半场 地图是红教堂 东学这边先知前锋一搬 看样子对吧 就是往红氏双姐妹这边靠了 再搬了一个祭司 他搬祭司其实我真觉得会拿红蝶 红蝶红夫人二选一 打一个宝瓶策略 奔着宝瓶去 然后有机会增胜 这个红夫人打超修留 其实是有说法的 穷者并不是没有机会的 因为四黑的运营 他们打超修留 只要机子够快 你抓人快 你抓好了 你抓个机也十 真的你抓人快没什么用的 你中间一个镜子 抬不到外面的娃娃 处理不掉这个娃娃 穷者是可以强行通过两波搏命 拖出一个私人开门战的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就要看能不能找到 这个囚徒了 找到囚徒的话呢 那正常机到 我觉得穷者比较难去盘火 一个私人开门战了 找到囚徒的话比较难 抓机械师的话 真的很 你就是 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上来秒倒的机械师 60秒之内 闪现都没交出来的机械师倒地了 两波搏命一拖 囚徒这边垫一连 四人开门战 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 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 但囚徒被抓的 那机子真不够 囚徒被抓的话 我觉得东旋 平局应该是有了 因为这刀这种囚徒被抓 没有人能保得下 这个囚徒 没有前锋 没有祭司 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保的 甚至连昆虫也没有 对吧 交个电 这里的话 镜子包过来 可能要交闪了 东旋不会令熄这个闪的 令熄这个闪的 这边没打到 我觉得这里其实可以交闪了 打超修流是不能省闪现的 打超修流大家记得 就你自己在打的时候 遇到这种阵容 是不能省闪现的 省闪现就是给对面机会 你只要这个这刀晚了 比如说晚个10秒吧 我都不说多 10秒钟 他们就有可能两波搏命 给你拖出一个私人开门战 所以这个闪现是不能省的 整个祭祷节奏 还是偏稳平的一个争胜局 但这个盛面不大 对于东旋来讲 这个盛面得看这波防守 他要打一波什么的 这里平地追到佣兵 然后后续追囚徒 他要留镜子给佣兵 他有机会能争胜 这个镜子交给囚徒 单纯的一个二挂节奏 就是东旋已经做好了一个 给你打保平的一个节奏了 看一下穷者的密码机 三台 这里镜子一切 想要去找佣兵 没有机会 下一个镜子八秒钟 这个镜子如果能抬了佣兵 还有机会能真胜 他一定要镜子抬一个人 能抬掉佣兵 我觉得还有机会 但佣兵这边可能会有所反应 因为这边是四黑 看他抬镜子 拉开 对 佣兵已经走了 能抬到吗一个护币 好的 那东旋这里应该是开门站 再看有没有机会能争胜了 开门站之前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机会了 穷者这里密码机到还真的是不太够 密码机不太够 那台40%的机子 这边想拖死 拖死了以后干嘛呢 利用薄命20秒再来保一保 但这里有镜子 镜子一台 切一手到脸上 一刀能扛到吗 没扛到 守护人这里尽力了 摸头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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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子量不够 这样的话 穷者 看怎么保平吧 三人开门站呢 由于佣兵已经交掉了自己所有的护币 没有道具 然后守护人一个铲子 机械师 这三个人想要三跑 我觉得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中场娃娃的机子点掉 最后一台 守这边的密码机 然后慢慢打 穷者这边的话 我觉得可以先补状态 翻箱子 你要手机 你随便守 我们这边先补状态 穷者的话 佣兵跟守护人可以补状态了 补完状态以后 外面重新修机子就行 这里是机械师开始对 这个时候不能抢机子的 不能抢机子 就是慢慢的打 你红夫人一个单刀型监管者 你还能把我秒了不成 对不对 你就算真把我击倒了 我这边只要不倒在遗产机 穷者依然是一个稳定的三人开门站 这里的话 红夫人只要但凡切过去 那边佣兵就 这个佣兵过去有点早了 刚好说 就红夫人竟然切过去 优兵再出来 这样的话更稳一点 因为东旋大局官好吗 他对于守机子 对于马戒的一个进度的判断 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这里还行啊 优兵因为他本身自带小薄命 手里还凭香水 不会倒遗产机 不会倒遗产机就问题不大 不会倒遗产机就问题不大 看你抬刀香水放 好的 再去翻啊 再去翻 这边的话外面重新起一台机子 然后优兵这边继续翻箱子 需要有道具 需要有道具 哪怕是为了保平他也需要有道具啊 闪现一刀锥 那这边可以切传送了 这边的话三秒钟以后 镜子去台里面密码机了 看着这个佣兵 然后镜子台密码机 这波交闪现 打佣兵 我觉得并不赚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开门战 其实他少一个传送的 穷者这边机子拦不住 对于东学来讲 就是开门战 大概率没有传送 大概率没有传送 你这个镜子要交给穷者的话 穷者那边 我们可以看到 傻斗那边压的机子是贴门 离那个小门很近的 他点亮密码机以后 直接可以点门的 然后守木人这里 还留了个铲子 交铲 这么稳的吗 我觉得这铲子留一留 会不会更好一点 他怕打一刀 然后也对 他怕打一刀以后 这边被拦住 然后这样的话是 吃刀晾机以后 再打开门战 守木人帮忙扛刀 这样保一个满状态 佣兵 东学这边拖时间 对东学这边拖时间 他想拖一个传送 马机点亮 三秒钟以后有镜子 机械师 点门 抬镜子找守木人 算清楚守木人这边的 东学这波漂亮 为什么呢 因为守木人在中场 这边的佣兵是在边 知道你点的是小门 你这边佣兵要跑到小门 你中间隔着一个守木人和侯夫人 东学这波的选择 妙啊 他这个镜子台 我们上帝视角的话 我上帝视角 我当时还在想 这边肯定追佣兵啊 但是确实要追守木人 你才有机会能够多抓 门是点开了 那这样的话 佣兵得跳地窖 佣兵得跳地窖才行 这个选择篮中间很好 这选择篮中间很好 因为知道你点的是小门 就看了 因为中场有个娃娃 传送了 中场有个娃娃耳鸣卡着 这边传送没找到 那佣兵折过去 红夫人还有一个镜子的机会 还有一个镜子的机会 排位置 转 佣兵绕边线 有一说一这把 求人者打得也好 这里 幼稚的佣兵 哎呦 这个娃娃的耳鸣 真是要了 亲命了 这不是这个娃娃的耳鸣 这娃娃在中间 就跟 跟一尊佛一样 在那边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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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觉得 好气啊 这个耳鸣卡的 也行吧 他保下这个平局 可以了 从上地下来看 东旋 后续那个闪现交给佣兵 我觉得当时就一个平局了 但是他那波选择追守木人 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我们 普通观众 普通玩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对吧 这种高阶思路 就是 他一瞬间就想清楚了这一波 太妙了 我们稍微休息 看稍微第一局 第二局的下半场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下期待 感谢观看